Hello 大家好 朱親奴 交通局今天宣布 澳門明天在因應有些拍攝工作 多處道路有交通管制 包括蒲國領事館官邸 財神酒店一帶 黑沙灣那邊 這麼大陣仗風露拍攝 很可能就不是本地製作 應該是外來製作 其實早前都傳聞 Netflix過來澳門這裡拍劇集 很可能在賭場區 甚至賭場裡取景 無獨有偶 最近社交媒體有這則廣告 招請群眾演員 Kerner Fair 說是Netflix的強力製作 奧斯卡得獎導演指導 請群眾演員女士優先 拍攝時間是昨晚7月9日晚上10時 至今早8時左右 應該是拍完了 集合地 為何威尼斯人 群眾演員 扮高級賭場賭客 演出費用 每小時50元 還跟劇組飯盒 有飯盒吃的 很可能跟風露拍攝 同一個劇組都不一定 網民的焦點不是他拍什麼 原來現在澳門做part time 真的很便宜 50元還要跟你回通宵 隨時搞壞自己的身體 有網民說是否中介吃水心 他抽了你50至100 又跟你說什麼 他是否覺得飯盒也要計算到人工 是奧斯卡的戲 這麼低工 有網民說 我以前回燕會拍攝 行行企企都55元 超過12點 還會加10元 即65元 這位網民說得對 因為翻查以前 疫情前的紀錄 回燕會時應拍攝 至少到65元 還有出勤獎金 疫情過後 都是同樣的工種 現在出價都是50元 人工低了很多 看看這壇招請Kerner Fair 他出50元 都算是市價 不過對比現匯的part time 你現在可能是荷里活 大製作 又要扮高級討客 又要化妝 又要熬通宵的話 50元似乎低了一點 這個我從員工的角度去看 所以有網民說 現在人工低了 可能是經濟倒退了 有關 所以現在的消費就弱了 好,這集看到了 記得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